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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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也不缺桃花 他不缺 但是 他自己說 前面幾段桃花 小平就說自己是渣男吸引器 爛桃花 你說前面有六段 這麼多男朋友 我大概有六個男朋友 都是劈腿 等一下你是劈腿的那個磁鐵就對了 對 像有一個最爛的 我覺得最渣最渣的 就是有一個外國人 你在台灣認識的外國人 對 在台灣認識的 然後 那有一天我去他家住 然後大概 到了大概兩三點回來 他就說他去洗澡 可是你知道這個女人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直覺 就是 就是有一個直覺 就覺得 我就把他手機拿起來 這樣偷看一下他的訊息 就發覺他是在跟一個女的 在傳訊息 就是他剛剛就是 其實是去那個女生的家裡面 找他 一早起床 一早起床 我還在他家 真的 他體力也太好了 對 他出去 找這個女的 很模型 對 女生家裡面 然後回來 然後等他洗澡出來 我就說 你剛剛是不是去找一個女生 是不是跑去一個女生家 然後他就整個給我一個 惱羞成怒 我說你幹嘛 突然有電話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 因為我們 他是義大利人 英文也沒有說很好 然後我們兩個 就在那邊 雞同一下講 就是反正吵架都是用最簡單的 這種治癒 吵一吵他就這樣 惱羞成就開始摔摔東西 摔那個桌上的那個 什麼杯子 什麼開始摔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說分手 然後我就走了 走了之後 然後 對 我還要說他中間 我們有出國 我們有去泰國玩 泰國玩那 這出錢機票時數都你出還是 因為他去泰國工作 所以他機票 有人付 然後我是自己出機票 然後我就去找他 去找他玩 可是我們中間有去那個 什麼其他的島 普吉島還是什麼 去度假 那可是去普吉島 跟那邊旅館的錢 就是我cover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錢 他說他沒有錢 他沒有去工作嗎 他沒有收入嗎 他是那種 年輕的國際的流浪名模 還不到名模啦 國際模特兒你知道嗎 那些國際模特兒就是 到處各國街 很窮 後來到我要走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 那個泰豬 剩下的泰豬 我就懶得在那邊 換來換去 我就想說 那我自己我都還沒買東西 我就最後一天 我就去那個商場 就要挑自己喜歡的東西 想說把這個泰豬都花完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要這樣亂買 這樣子很浪費錢 你把錢留下來 我說幹嘛 為什麼不行 我就不想再換 我說沒有 你就留下來我想買一副 那個名牌的太陽眼鏡 他叫你不要亂花錢 然後留下來 留下來給他 因為他想買一副 名牌的太陽眼鏡 他也太厚臉皮了吧 對 我就這樣 我就懶得理他 我就繼續買 所以他就沒有買 沒有留給他 對 我當然沒有留給他 他也 然後最扯的是 我已經跟他分手了 就已經分手了 過了很久之後 過了大概幾個月 突然在臉書上 收到他的訊息 他說嗨 就跟我打招呼 我想說可能是想要打招呼 聊聊天什麼 他就沒有 他是跟我說 那個 那個你知道嗎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一點錢 揮一點錢給我 我說為什麼 他說沒有 因為我的錢 在宿舍全部被偷了 他 訊息來跟我借錢 我心想是 真的 洋人真的很厚臉皮 對啊 那你有送過他什麼 名貴禮物嗎 他我沒有 因為我們交往才半年 然後剛好都沒有遇到他生日 也沒有什麼情人節 都沒有遇到 你也遇過 有老婆的人追求 對 可是他追我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有老婆 那是我去澳門去比賽 比賽那次好像是去比賽 你是賭後打麻將對不對 對 而且那次不是比賽打麻將 那次去比賽那個老虎雞 就賭場他定期都會有一些比賽 去了之後 那比賽都是很短時間 那其他時間就會去那個 去玩 去玩兩手 然後去玩的時候就有一個 他下注都是下大概一百萬 一百五十萬 那種幾十萬 最少都下四十萬 華人嗎 對 華人 年輕帥的還是怎麼樣 大概比我大個七八歲 比我大個七八歲 對 還可以喔 也高高的一百八十幾公分 高高瘦瘦也帥帥 就是那種風流倜躺那種 那是在賭場裡面 那是穿西裝下一百萬兩百 他穿西裝 還是賭兵人 沒有 他穿著西裝 穿著西裝 算是帥氣 有質感的 就是長得絲絲穩穩的 像竹林哥這樣嗎 然後就 對 比竹林哥瘦 瘦一點 沒有手機那麼好 然後玩一玩 他贏很多 贏了大概快一千萬港幣 對 對 而且他周圍都是有 跟著很多那些小 就是可能幫他拎那個 助理 對 很多助理 對 拎的那些什麼 公司包 公司包裡面 全部都是裝籌碼 就是那種 那個澳門一百萬港幣的籌碼 是一個板子 金色的 裡面裝著滿滿的一袋 等一下 裝著什麼 一百萬港幣的是一個金色板子 金色板子 邊邊的 金色板子 這個籌碼這樣下就 啪就一塊 就是一百萬 那整個公司包打開都是 金色的板子 他整個公司包打開 都是那一片一片的板子 天啊 然後玩一玩他說 好了 來 贏好了 大家 我們去那個大廳晃晃 對 我說 那我不去了 他說你來啦 大家一起去 我們去大廳晃晃 不要在這坐太久不好 然後就去大廳 大廳 然後到了大廳 他每一個人 跟著他大概有十多個吧 他就每一個人發了三萬塊 港幣 然後也發給我 我說我不要 我不要拿 我自己有 然後他說 然後他朋友就說 沒關係 你就拿著 他每次都這樣子 你不拿他會生氣的 對 人太好了吧 好想去拿喔 然後就讓大家去玩 對啊 好想去拿喔 就是當在放鬆消遣 他那個三萬塊對他來說 根本就是看不在眼 都三百一樣就對了 對 跟我們的三百塊是一樣的 零錢嘛 對 零錢 對啊 後來大概我去三天 他三天都是這樣子跟我 跟我在那邊 我有問他說他是做什麼的 他說他是在以前做那個 開煤礦的 煤礦老闆 他說他家裡有礦的 煤老闆 金山銀山的 對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手上 有個戒指 我就說 你是不是結婚了 他說 老婆沒關係 那個老婆 還可以 對啊 他說不用管老婆 老婆沒關係 老婆不會管我 我就還是禮貌的跟他笑笑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還是 就是跟我媽一起坐飛機回來了 對 真的是很悲慘的 以為是一段 美好的戀情 對不對 終於 對 我從來沒有 就是有有錢人追 就是跟有錢人在一起過 我所有交往的都是 你要照顧他 平常都是賠錢的 對 其他的音樂基本上都是賠錢的 基本上都是賠錢的 可以賺錢的 可以賺錢的 難得有人照顧我耶 真的 怎麼這樣 對啊 以前都跟年紀比你小的交往 對 所以因為你有姐姐性格 對不對 喜歡照顧別人 是因為我長得小啊 就是我長 不是 你跟比較小的 長得比較年輕 我的樣子 你的樣子 你覺得我像我實際年齡 就不像啊 小平 我四十一啊 你覺得我像四十一嗎 你說這女生有多值 真的不值 對啊 你真的有四十一喔 對啊 我六十七年次啊 很動靈耶 就是有一個建築公司的大老闆 在追你啊 就是 對啊 就追得還滿輕的 而且他 是真的在追你 真的在追啊 因為我生日 就十二月 十二月的時候 我生日他還帶 就是說送我生日禮物 就帶著我跟他媽媽 去那個烏克蘭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幹細胞 幹細胞 所以媽媽也見過了 不是 跟他媽媽 對啊 去做幹細胞 對 因為他知道我妹妹生病嘛 然後這種病可能是遺傳嘛 那這個幹細胞 就是我媽十幾年前有去打過 然後她打完之後 氣喘好了 對 那她知道 知道說 我們 我可能會 就是她說 那我要帶我最愛的兩個女人 去把身體弄健康 你看現在講話笑甜甜甜 然後就帶我去烏克蘭做這個 所以是真的有在交往啦 還沒有在一起啦 就在追啊 這個你媽見過沒 這個你媽見過沒 還沒 那你今天講出來 媽媽不就知道了嗎 這個幾歲 這個大概五十吧 真的 不要再挑帥哥了 時候到了都一樣 都會老 對啊 好好生活比較重要 真的